宝可梦热潮风靡全台几乎已经成为全民运动 不过夏日室外高温炎热 户外抓宝游戏让人挥寒如雨 所以现在也有猪肉店业者是推出了自创游戏 要利用团队合作的模式 一边玩游戏还可以同时增加同台互动和亲子感情 室内好冷气吹也成为不少民众的新选择 低头抓宝几乎已成为全民运动 走在路上到处可见民众在玩宝可梦游戏 但也任夏日室外抓宝时常让人挥寒如雨 而在室内有冷气吹 还可以玩游戏的桌游店也成为民众的新选择 之前有朋友推荐来说 就是夏天室内这里有冷气 然后又可以跟朋友一起玩这个可以有很多互动 因为桌游其实有很多组合性 然后可以产生很多乐趣 我觉得现在低头其实并不好 而且桌游它的主打就是你不插电就能天天玩 因为你可以在跟队友一起使出默契 然后在对方场上射炸弹 然后让炸对方看起来很好玩 看准暑假商机桌游店业者特别推出自创游戏 与常见桌游规则多为一对多的玩法不同 新游戏是利用多对多团队合作模式 在对手的阵营中设置炸弹打败敌人增加趣味性 同时也让学生和亲子可以透过游戏增加同财互动和亲子感情 它是少数游戏里面团队合作加竞争 一般的游戏都只有竞争 那这游戏它可以团队合作再加竞争 也就是它是有阵营的概念 基本规则非常的简单 可是它变化又非常的大 那导致在游戏的过程中 你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体验 炎炎夏日桌游店成为爱玩游戏的民众心宠 不用出门抓宝不插电的桌上游戏 同样达到实境感受 记者联会吴国豪新北市报道